改完之後你會發現 當然我做了幾件事 包含就錄製完之後 然後還是要加一個註解 如果你不加註解的話 將來回頭看這個程式 你會看不太懂 反正對應的關係 就一定是這個按鈕 加上一個它的SUB名稱 你把它錄製下來的話 聚集會自己幫你產生一個SUB 然後我們只是加上那個X X的話就把這個X輸入的結果 放在這邊就可以了 所以關鍵就是 輸入完之後得到一個X 把X的變數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的話等於就是有查詢功能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裡面可能會有一個地方 要特別特別小心 如果你看到Selection的話 其實Selection是什麼意思呢 Selection就是你滑鼠游標的位置 也就是說這個Selection滑鼠現在在A1 它就A1 可是如果你將來 假如你游標不是放在A1 而是放在其他地方 如果你放這個地方 我看會不會失敗 按這個假設執行 游標放A3 執行一下 看一下 這個理論上應該還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將來 有沒有 4還是有出來 可是如果說你將來 把它恢復一下 如果你將來Selection是放哪裡 放外面 就是放在不是資料的位置的話 那你再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這個應該就會出錯了 輸入什麼 輸入1好了看一下 有沒有 它發生錯誤了 為什麼錯誤呢 因為你Selection 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它沒有辦法偵測到這個資料 它的範圍在哪裡 所以特別特別注意一下 我強烈建議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Selection 這個Selection就是選舉區的 把它改一下 一般建議改成什麼呢 改成下面這個Range一個範圍 用範圍取代Selection 哪個範圍比較恰當呢 其實底下這邊就有 Range括弧A1到C的1186 把它複製一下 用這個取代Selection 那意思就是說 直接告訴它說 我要查詢的範圍 就是從A1一直到C的最下面列 最下面列應該是1186 那你幫我這個範圍篩選 這樣的話就可以減少問題 那同樣的道理 底下這個範圍復原也是一樣 有沒有看到有這個 範圍復原 這個Selection對不對 所以一樣 請你把Selection 改成這個範圍 那這樣的話 就確保說 如果將來 假設你滑鼠 不是放在資料範圍之內的話 那就會翻出 可是 改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所以記得這個地方 我是建議一定要把它改掉 不然的話 將來一定會翻出 有沒有它就OK了 那範圍復原的話 把它取消掉 有沒有 如果你把它放在外面 也沒關係 放裡面也沒關係 這樣的話 比較可以確保 那個的問題發生 所以第一個 Selection的部分 請貼務必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底下這個 或者你自己打一下 也可以 就是 ranch哪一個範圍 你可以看一下 A1 這個範圍從A1 一直到Cctl向下 的1186 所以以後你就知道 範圍在這邊 你可以自己打 比如說你Selection 自己打 就是ranch 然後從A1到C1186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這樣的話我們就 你說這個錢的符號要不要加 其實不加到也沒關係 這樣的話我們第一個就把它完成 就是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這個功能 第二個的話你說那個格式化要怎麼改 那其實格式化你不會寫沒關係 反正就是說一樣嘛 這個篩選完之後 然後你把背後選一下 然後再加上底色 好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這個格式化成語好了 那再清除 錄一下看看好了 如果你實在不會寫的話 第一步的話一樣 但是它可能比較多 跟剛剛有點類似 把它錄製一下 然後一樣彩排一下 就是先篩選 所以資料一樣篩選 然後篩選 比如說我要把2好了 所以輸入錯 這邊點一下 然後這邊文字篩選 輸入2好了 OK 這個得到的就是2的結果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我希望把這個範圍 再加一個油氣筒 有沒有選起來之後加油氣筒 然後再多一個動作 就是把它恢復回來 恢復就這樣子 那我就知道說 我剛剛已經有 這個就是我要的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說 比剛剛更複雜一點 就是說 你篩選完之後 就直接多做兩個動作 一個是把底色變成黃色 然後再把它復原掉 OK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錄製 然後把復原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找到之後 有沒有 把這個範圍 不過還有一個方法 把全部乾脆 因為你不確定說 這裡面有沒有格式的話 你就Ctrl-CV向右向下 然後反正不管 反正通通都把它改成無填滿就好了 無填滿意思是說 如果有填滿的地方 也會被恢復成沒有填滿的狀態 那你就不用特別去找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範圍裡面 就被恢復了 像剛剛那個2 2不見了 因為剛剛應該是2的地方被填滿 那我全選 反正就全部通通都取消掉了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一樣是 這個格式化 然後我們把它錄製下來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錄製 然後格式化成語 我把它取代掉 1 看要不要點 如果不點的話 我油標還要點一下 A 它會錄一下 Range 這個A1.select 然後 再來資料裡面篩選 篩選的話 一樣我們用2好了 用2這個關鍵字 比如說2 然後再把底下的範圍 這個把它選起來 然後填這個顏色 填這個顏色 填什麼?填黃色好了 OK 好 那記得最後的話 再把篩選取消掉 恢復 OK 好 那 接下來就停止錄製了 就是 格式化成語 格式化清除的話 很簡單 就全選 然後把它 這個底色恢復 所以再錄製一個 好 錄製一個是要 格式化清除 然後1一樣 游標放A1 Ctrl-Shift 向右向下 向右向下 是全選的意思 反正不管它在哪裡 反正我們只是說 要把它背景清掉 所以 找到那個 油漆桶裡面的 無填滿 OK 然後這樣的話把它填滿 這樣就OK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 一樣就停止錄製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剛剛那個 格式化成語 執行 看一下有沒有 2的部分有了 再來的話呢 就清除 所以在執行那個 格式化清除 把它恢復 看一下 也恢復了 OK 反正不管幾個 這樣比較快一點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還是一樣 切到剛剛的那個 格式化成語 編輯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程式喔 又比剛剛更複雜 那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 它其實好像多了幾行 你們其實如果有印象的話 原來好像只有這兩行 那因為我剛剛多了一個動作 Range A1.slate 有沒有 那 所以喔 它會多這一行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底色 要把它 填上顏色的話 那就是加了這個 那這個的話其實 格式化在這裡啦 其實你會發現它就把那個 A54到 C55.slate 然後加上那個 背景顏色 不過啦 你會發現喔 那如果我改的話 怎麼改一樣嘛 先給條件 條件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 拿這個上面的這一行 拿來放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不是有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一模一樣 把這個條件放過來 OK 所以一二都一樣 還有啦 其實這個地方一樣 這一行可以拿掉 所以其實乾脆 通通把它拿來用就好了 其實喔 你會發現對 沒錯啦 其實基本上上面都一樣 前面三行都一模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就是底下這裡 這個地方 這個的話應該是喔 選取範圍 所以乾脆我們直接上面這個 乾脆直接用一樣的好了 一二 多一個三 三的話是什麼 那個 格式化 底色 為黃色 OK 好 那這樣喔 我們來完成喔 這樣理論上就多這個啦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就是多 還有一個 最後多這個 取消篩選 所以這個應該是第四個 應該是取消 其實多了三跟四啦 就這兩個東西 好 但是喔 其實你會發現 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啦 可是喔 我們來亂亂看 其實理論上喔 假設我 我直接執行 剛剛這個 執行他一下 我跟你講 他理論上二應該沒問題 二的地方 OK 我們來看二有沒有格式化 二有格式化 然後 清楚的話應該也沒問題 但問題喔 如果你現在改別的 改三 三會不會有問題 看一下 如果沒問題就OK OK 可是你講說 明明是三 為什麼他格式化為二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出在這裡 Range A54 C 它已經固定了 那因為我剛剛選了 這個固定 所以怎麼辦呢 假如你遇到這個問題 最最最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要必須改這個地方 那怎麼改喔 那跟各位講一下喔 最關鍵的地方 就是你要選對範圍啦 那選哪個範圍才是正確的喔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其實就要把那個 剛剛格式化的那個部分喔 OK 那請會先試試看喔 先把這個錄製下來 我們待會再跟各位講喔 重點的這兩 這個啦 應該是怎麼樣把底色部分 正確格式化喔 OK 最後的話 如果要改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是這些程式 基本上我們先把 其實要改動的地方還蠻多 實際上呢 它只要寫一行而已喔 你不需要寫這麼多行 可是它基本上 錄製的時候會給你很多條件啊 那我們來改啊 怎麼改啊 我是建議喔 你如果要把這個格式化這個範圍喔 先不要把程式刪掉啦 所以我建議喔 你可以找到 在這個工具列上按右鍵 有個編輯工具列 編輯工具列裡面有一個什麼 使程式變為註解 你可以點一下 那其實啦 當然它 使程式變註解 前面就加單引號啦 當然你手動加單引號也可以 只是說很多行 我的習慣是 選取這個範圍 然後把它使程式變為註解 那取消的話就是再按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可以是做切換的喔 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其實喔 如果要把那個底色改成黃色 其實最簡單的寫法啦 基本上就是第一個喔 範圍一樣就是這個 那你想說 老師那範圍不是全部 對 因為經過篩選之後 其實留下來的喔 就是那一些對的資料 那不對的資料呢 就隱藏 隱藏的話 理論基本上 就不會被設定格式喔 OK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底色的話 底色你點一下喔 底色其實就是叫這個 如果你要設定底色的話 你可以找一個屬性叫Interior 底下的顏色喔 其實就是底部的啦 顏色的話就點Color 有沒有 底色其實就是這個啦 那當然你可以參考上方 其實它原來錄製也是有啦 有沒有 叫Interior這邊 然後Color在這裡 所以你也可以把Color等於什麼 65535把它填上來也可以啦 那不過我的習慣喔 當然你這邊可以點什麼 等於什麼 6553 或者說另外一個敘述方法 RGB 就是透過RGB這個函數去調顏色 那黃色的話就是 紅色加綠色 紅色是R255最多 豆點 綠色也要最多 255 豆點 沒有藍色 所以如果你要黃色的話呢 其實給這樣顏色也可以啦 如果你實在是 不知道填什麼顏色啦 你甚至可以拿這個也可以 我印象中這個把它複製貼過來 OK 兩個方法敘述啦 OK 所以錄製也不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只是說它給的東西 實在是太多了 有很多其實是不需要的 有沒有 點Color OK 然後給這個顏色 到底好像也可以參考 只是說它範圍不對 因為這個範圍是選固定的 OK 好 那這樣的話理論上是OK的 OK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上剛剛的錯誤會不會發生呢 執行一下 一樣2 2 剛剛OK是正確 3好了 給3 按確定 有沒有看 欸 怎麼會變這樣 它連上面都格式 3有格式到了 但是不應該格式 有有 這邊有啦 這個格式到了 對阿 這個是有3沒錯 這邊 這邊不應該格式卻格式 可能我剛剛沒清掉 那我再把它清除一下好了 所以清除的話呢 那底下順便先講一下清除 清除我是建議啦 也不要用這個啦 清除其實更簡單 清除是可以拿剛剛這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複製過來 也就是全部範圍喔 都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 沒有顏色喔 記得你可以在顏色後面加一個 XLNUM就可以了 XLNUM就是沒顏色的意思 沒有顏色那就清除 所以試一下清除 OK 好 那就全部清掉了 那我剛剛在想說 剛剛應該是說 欄位為什麼也順便格式化 因為 我們這邊有A1 所以我建議 這個地方可能要改A2 比較OK 因為如果你A1的話 它會連那個上面欄位 也把它做格式化 那就不對了 好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比如說 它格式化的只有這個3 好了 OK 再試一下 剛剛有錯是格式化 那個2的部分也格式到了 那我們來看 這個沒錯 這個有3 然後2就沒有了 因為剛剛可能沒清掉 有沒有 有3 這邊有3 OK 那理論上有3的部分應該都清掉了 這邊有3 然後要清除的話 實際上就是 拿剛剛這一行 直接怎麼樣 執行 這就清掉了 OK 所以啦 理論上錄字聚集 也並不是萬能的 那也不是說毫無作用 只是說你可能錄完之後 要把它稍微輕減一下 所以我把剛剛錄下來的程式 其實做了幾個部分的修改 第一個的話 把那個範圍改成A2 記得是A2 不是A1 A1的話就變它的 藍位名稱也跟著格式 然後到全部的範圍 把它的底色變成這個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從這邊錄製得到的結果 或者你可以用RGB 反正兩個方法 然後清除的話 就是直接把顏色變成完全沒有 那也不用做篩選了 因為反正你全部通通都變成沒有 它本來沒有也沒有 本來有的當然自然也變成沒有了 這樣會最簡單 所以請各位可以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一樣我會把它放雲端給各位參考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練習 主要就是把篩選的這個部分練習一下 可以找到需要的資料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找到資料再做格式化 好